很多花肉比较惦记咱们之前做的这个提根的芝芝花 花肉为最近长得怎么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根系已经长起来了 不过现在还不能往外拔 因为那个根系往下长着呢 我就没有挖洞啊 没有做别的处理 能够看到根系是吧 可以 能够看到根系 这个要做成也得明年 但是最近呢 遇到了一些情况 现在好多花肉在养芝芝花的时候也会遇到 你看这个 感觉像被什么东西啃了是吧 其实它叶子背面是有这个满虫的 就是一种叶满 好像是叫二斑叶满 因为老花衣不是那种专业搞学术的 反正我知道是满虫类的 不过这种东西呢 可以通过打药 如果说你不害怕味道大 就是大面积用的话 就农药的一种叫阿维菌素 这个东西就非常的适合 但是这个味道非常大 一般的花油它是享受不了 那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用的话 你又可以用这个 这个叫千百季的背清净 就是莲本井子跟螺虫椅子也是专门杀红蜘蛛的 有的话说老花衣 你杀红蜘蛛的能杀这个满虫吗 红蜘蛛也是满虫 一般用一些杀满计都可以去解决它 那我也是嫌这个味道大 最近的鼻炎也有点烦 所以说用这个它比较的省心 找一个喷壶 然后呢把这个药弄出来之后 它这个设计的银杏就在这 你看这样往里按就行了 二三四五六 这样就比较浓了 这个呢让按压两次就能兑500毫升的水 我足足多了三倍的量 为啥呢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懒 大家不要轻易模仿 不要轻易模仿 尽量的还是按照人家那个使用比例来 我就想一遍省事 实话说如果说药打多了烧花怎么办 烧花再说 喷的时候一定要喷到叶子背面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长在叶子背面的 正反面都喷一下 你看传门其实用不了多点是吧 记得戴口罩和手套不要轻易模仿 剩下的这个打那个红蜘蛛打一遍给他们 其实也是根据大家的一个选择 你看咱们就喷了几下 这个就解决完了 对吧 就是说有的人嫌这个药贵 你这样想是不是就不贵了 你可以用小瓶瓶 对吧 不一定非得用那种大瓶装 你要是真的大面积 有自己的花园的 那这种是最合适了 又便宜 就是味道大 唱鼻子 然后呢有的话说老花依 自制花怎么修剪 修剪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枝条里边 主要不浓密 就基本上不用剪 因为这个季节它又要开花 这种上面以后 它都会再长花苞的 所以说我就不修剪了 行了 这个药呢就给大家叨叨完了 然后说这样提根的这个原理 因为植物的根系 它都是往下生长的 要等到明年 这个根系长得特别棒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剪开 剪开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高根的自制花了 就非常的好玩 吃一关豆吧 喜欢光照这个东西 如果光照不足的话 就养不特别好 想要养活问题 或者说想看什么花的养护 又或者说你想要寄养 都可以实现我们后台 我是老花依 养花脆载 我们再接点个赞 不啦